今天是第一阶段的流感疫苗开打 上午台中不少长辈还有幼儿家长都来接种 而卫生局长就特别到了中西区的卫生所关心 而全市大约是有76万剂供应 预计双十廉价之后会安排国小来施打 而国高中生遇上了BNT的供货延迟 得延到15号才能完成接种 所以后续会再来规划打流感疫苗的时间 他现在这个年纪也打不到COVID-19的疫苗 所以就是先来打疫苗 流感疫苗开打了中西区卫生所 挤满几种人潮 长辈及幼儿家长也一早就来报到 卫生局长曾子展还特别到场关切减肿状况 十分顺利流长 还不错我们往年一开打的情况 大概就像这样 50岁到64岁是第二波 11月15号才施打 所以就比较井然有序 特别的感谢我们各个基层诊所协会 还有我们医疗院所的一个协助 在这么压力非常大的下来 是尽量的一个提供我们民众 来接种疫苗的一个服务 台中原有76万剂流感疫苗 包含市府73万多剂 教育局1.8万剂 公公司力教职员 社会局4000剂 公中低收入户等 另有200剂也提供给家庭托幼人员 虽然新冠疫苗同步开打 需间隔7天以上才能打流感 人潮依旧和往年一样热络 也有家长带着刚满六个月的宝宝 抢在第一天接种 该打预防针还是要打 刚好因为我们家就在这附近 所以就是过来这边打这样子 我每年都有打 今天稍微等了一下子 你也有打新冠疫苗 然后我们流感也有打 有 我两剂都打完了 我也是每年都来啊 保护自己啊 而目前五种疫苗同步施打 预计双十廉价后 12号将优先安排国小生打流感 国小我们就等这个连续假期结束 我们就开始了 可能在10月8号那天 学校的BNT会不够 所以我们已经有做好计划了 就是说如果一旦不够 没关系 10月8号那天 学校大概会有三万多计 我们就把它挪到10月15号 往后延一个礼拜 原定8号帮学生打完BNT 但因供货延迟 将延后到期中考结束的15号打完 后续国高中五专生接种流感 将在规划排成 我们就继续了 谢谢 您 我们下期再见